2024年3月7日 星期四 大家好 今日是2024年3月7日 星期四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辞事 今天我们主要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 我们会继续跟进23条立法 昨天3月6日 立法会的联席会议 当中的内容重点包括了什么 第二个话题 我们会讲一位二英的香港前公报员 在当地参军 而他抱持的心态 正正反映了23条立法的必要 好了 我们先讲一下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23条立法事宜小组委员会召开的联席会议 去讨论23条立法的公众资讯结果 在昨天那一集 我们都有讲过 23条立法 有传最快会在下星期三 3月13日 呈交立会首读 并会在4月15日前完成立法 而昨天的会议内容 触及涉及勾结境外势力的罪行 应该罪加一等 国家秘密罪考虑加入公众利益免责辩护 考虑取消潜途者的护照、专业资格、董事资格 和商业登记等等 期间最为人触目的自然就是 还有议员提及彭博社的报道 说香港有意禁制社交媒体 当中曾经出现过两条标题 是这样写的 Hong Kong says telegram should be prohibited in article 23 proposal 即是说香港只应在基本法23条立法中禁用telegram 以及Hong Kong says signal should be prohibited in article 23 proposal 即是说香港只应在基本法23条立法中禁用signal 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明 他说可以斩钉截铁地说 绝没有任何意图禁止任何社交媒体 至于彭博社回复明报的查询 昨天就刊出的两则标题 他说不将公众意见 当作是港府就基本法23条的建议 说有关的标题是错误发布 已经在发布后十分钟内更正了 至于特区政府也有发声明谴责 老实说生活在香港 我们就完全见不到港府有意禁止社交媒体 反而美国不断针对TikTok 就好像近日美国国会有跨党派议员提出法案 向中国自折跳动公司施压 要求自折跳动在165日内 剥离TikTok 否则包括Apple Google在内的公司 如果在应用程式商店提供下载TikTok 或者为其他自折跳动旗下的应用程式 提供网络托管服务都会将被视为违法 这些不是真的切切实实地禁制吗 大家见到23条立法越是推进 越是多的外国媒体借机掀起风浪 除了彭博社之外 BBC News中文在3月1日刊登了一篇题为 《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讨论立法 是否已成公众禁忌的报道 当中自然就是放大了社会不敢讨论这一点 但不敢说和不想讨论是两个概念 可以是受访者因为太赶时间而不想说 可以是政治冷感不想提 当然有人可能心中有鬼真的不敢说 但如果只是放大一点 而针对立法是无得讨论 目的是什么 当然就令人质疑 说起23条立法 就不能不提一些移民去英国的皇友 一位在2021年2月移居英国的前公务员Lucy 近日成为了各大和媒体的焦点 原因就是这位仁兄 选择将在当地经营的市多结业 一切都只是为了要入午参军 而她显示的心态其实是非常扭曲的 尤其说到有街坊问她是否害怕 Lucy竟然说 当年都不害怕 这里当年当然就是指黑暴时期 之后Lucy就这么说 你浮板纸皮 跟着你胸口那件衣服 就涉章遗书就出去 都尚且不怕的时候 来到英国其实没有什么理由 会比以前更加害怕 用2019年的香港 和随时要想战场相比 得出的结论 只可以是香港警察很克制 到了今天 不是还要欺骗自己 欺骗全世界 说什么831太子站死人吧 反正都在英国 有兴趣的 就找一下曾经封传死了 结果咸鱼翻山的韩保生 即是真名王茂俊那位 还不一清二楚吗 王有这种自以为是的类比 只是显出对战争的天真和无知 心态想法无知都是小事 最重要就是参军的目的是什么 这位人兄Lucy就说自己去到英国 如果只是正常生活 那就辜负了自己 和在香港坐牢的手足 所以他就想作为一个香港人 还可以做些什么 跟着他的另一个访问 就说得更加怒骨 他说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光明正大回香港 所以现在每一个行动 每一步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真心想问参军和回香港 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犯法的话 回香港有什么难 或者我们再看他跟着那句 你就会知道他想怎样 他说希望我学到的 能在将来为自己而战 有朝一日 或者可以修复失地 再谈光复 参军学到的是打仗的知识技能 说得出这番说话 都可以见得到黄友 仍然是妄想推翻中央和港府 面对这些人 再一次证明了23条有立法的必要 尤其当中建议提及到完善非法操练罪 特别针对危害国家安全分子接受 或者参与涉及境外势力的 或者配合境外势力提供的武器使用训练 或军事练习 或变阵演习 23条立法 正正要震慑这种情况 就算Lucy不怕立法 还说自己没有要求其他人走得更多 只可以做好自己 每个人都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 她舒服 她做到 她有贡献 她对得住自己的心 对一个民族来说 已经是够了 她的这番说话 表面看来好像没所谓 背后就是想推动同路人做得更多 而立法正正就是可以令到一批 还和香港有联系 不想割席的人 不敢明目张胆去做 或者支持反中乱港的违法行为 自己需要不回香港就算 无谓攬炒同路人 要他们陪你断香港的陆亲 希望到了今时今日 不要还有一些天真的人 真是会听这位Lucy的人兄的说法 真是会去做这些事情 好了 今集的今日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的三部曲 留言 赞好 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